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恐怖分子的正式宣战 在未来36小时之内 他们要掌握整个城市 城市进入紧急状态 36小时之后是法国的国庆节 到时候会有很多人聚集在这里 现在居然出现这种状况 他们承诺不会取消国庆巡邮 一定会抓到恐怖袭击者 很快就锁定出现了案发现场的迈克尔 不仅是他们 中情局的人也查到了他 将他的底细摸得一清而出 他是一名美国人 曾经因为出老前欺诈被捕 后来气宝出逃到法国 在最近18个月里 只和他妈妈联系过两次 两个电话都是在同一个电话亭打出的 中情局特工西恩负责抓捕迈克尔 此时在家的迈克尔非常狂轰 本来自己就是一个逃犯 再加上这件事情 他很害怕自己被逮捕 媒体很快就公布了嫌疑犯的影像照片 他成为全程头号通缉犯 此地不宜久留 他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他只好选择从房顶上逃走 原本西恩还不确定他是嫌犯 这一下做贼心去他彻底漏了马脚 心在一个菜市场将其抓获 炸弹爆炸对于左翼来说也是一种打击 四个人的死亡都是他造成的 他在时最会扩手 可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 死去的人再也不可能复活 那些隐藏到左翼背后的人 才是更应该受到谴责的人 爆炸也给左翼带来杀神之火 恐怖组织为了避免事情暴露 要杀他灭口 好在他的男友心存善念 放他走了 左翼是一个被吸脑成功典型代表 恐怖分子正是看中他对社会的不满和憎恨 他从来不知道他们的手法是多么残忍 诉求也从来不是为了民众 跟左翼一样倒霉的还有麦克尔 不过就是偷个包 放到往常 顶多就是拘留 现在他就要为那几个人的死负责 西恩让他交代 下一次的恐怖袭击在哪里 麦克尔怎么可能知道 他把案发的经过详细地讲了一遍 也向西恩描述了左翼的大喜形象 法国警方找到和麦克尔在广场 联手偷偷的女人 局长亲自审问了他 可是这个女人除了知道她是美国人 还是个小豆之外 其他一无所知 他只好派人到黑市场去打听此人的来历 恐怖组织的两名成员 伪装成快递员 满世界寻找左翼 载动居民楼里和西恩发生了冲突 麦克尔顺乱逃跑 线索一下子断掉了 只有找到麦克尔 一切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局长的消息很灵通 他收到线报 知道美国特工和嫌犯在一起 还知道美国特工在法国设有秘密审讯时 美国这一做法挑衅了法国的权威 局长向中情局巴黎负责人提出交涉 虽然他们之间有那么点小交情 但是卡莲也必须小心处理这件事情 搞不好这是重大的外交事故 美国大佬很是注重面子的问题 况且 伪克托一再强调 已经有四个人遇害 在扩经日前必须找到嫌疑犯 破一多方压力 卡莲只好答应 一旦有消息就告诉他 恐怖组织并没有因为这个小插曲而放弃自己的任务 他们把事前的事故甩锅 再杀掉那两个美国人和法国小妞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银行 趁乱抢劫 然而出乎意料是恐怖组织的头目 竟然是警察队长拉菲贝娜 这简直是华天机之大吉 怪不得警方这么无能 原来是坚守自盗 所谓的恐怖组织也不过是一群 为了利益而出卖灵魂 内部出现了腐败 让全体法国人还怎么相信 他们的生命被随意的践踏 施死要保卫他们的人 却成为杀死他们的杀手 一面安放炸弹罪名落实 一面成了替罪羊 栽赃家伙的手法行云流水 不仅成功转移民中的视线 还将自己塑造成城市的守护者 警方将麦克尔清晰照片公布于众 他现在已经无处可逃 只能寻求黑市老板的帮助 老板十分痛恨恐怖袭击 他想一答应要庇护麦克尔 实则通知警方前来抓捕 他们一旦发现麦克尔 就会将其击毙 他的存在像一颗定时炸弹 会要了他们的命 麦克尔发现了部队 先他们一步逃走 刚一出门 对面方体的狙击手就扣下了扳机 奇迹出现了 西恩救下了他 巴黎遭遇恐怖袭击 警方的错误引导 让这座城市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 大批民众纷纷走上街头 抗议示威 佐伊过得也并不轻松 时刻都要提防别人的追杀 麦克尔和西恩找到左翼的藏身之地 可是他们两个人难以阻挡一群人 佐伊在朋友的帮助下逃走了 兰菲贝娜在各地制造着恐慌 企图让矛盾更加的尖锐 西恩和麦克尔很快找到 佐伊的另外一个朋友白毛 鉴于西恩的辨别度太高 由麦克尔单独行动 这是中情局赋予他的一项重要任务 也是能够洗脱罪名的唯一办法 麦克尔别无选择 只能听二走闲 他用自己的老本行 在酒吧制造了一些矛盾 趁乱偷走了佐伊朋友的钱包 成功获得了他家的住职 不出所料 佐伊真的在这里 想挟制麦克尔保全自己的佐伊 反被西恩制服 他们将实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他 想要活命只能交代真相 幸好他还有些良知 将一切告诉了西恩 他们在这佐伊赶往他的男朋友那里 在一个十字路口 遇上了钱来追捕他们的拉菲贝娜 刺激一波接着一波 如果不是西恩彻底了得 他们可能都会被打成筛子 这些人利用一些激进的民众 在城市各地制造大规模的暴动 佐伊投放炸弹是他们计划第一步 他中途的变卦 险些让计划失败 麦克尔的出现刚好弥补了佐伊的失败 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但也算制造了矛盾 他们找到佐伊的男友 发现他已经死在家里 这明显是杀人灭口 西恩检查了尸体 他的手盘上有一个奇怪的纹身 代表着某种组织 并且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是一名法国警察 这一定不是卧底警察这么简单 内部也发生了分歧 现在局面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控制得了的 一些人开始打退堂鼓 拉斐贝娜可不愿就这么放弃 刺激苦心惊盈的事业 眼看就要得到回报 绝不能在这个节目眼上出错 利益和欲望战胜了他们的理智 已经没有回头录他们决定放手一搏 卡连将从西恩那里得到的情况 也告诉了局长 到这个时候 他还是认为警队内部被恐怖分子伸透 要将这两名嫌疑犯交给局长 然而套取了经营安好之后 就杀死了卡连 维克多和拉斐贝娜是一伙的 一个外部扩张恐怖 一个内部拖延处理 配合的天衣无缝 全然不知的西恩上了他们的贼车 左翼认出来 其中一个人是曾经抓捕过自己的人 西恩也看到 太原手臂上一模一样的纹身 他率先下手制服了他们 国庆游行已经开始 但是恐怖危机还在蔓延 大批民众受到蛊惑 狙击在银行外面示威 这些人打着旗号为民众洗脑 自己却干着恐怖分子一般无二的行径 更可恶的是维克托 在大众面前充当正义守护者 安抚民众保护银行 就连中情局也被他骗过了 西恩只好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 孤军奋战 乔装打扮成警察 混进其中 拉斐贝娜率领自己小分队来到银行金库 金砖整齐的码在柜子里 发出光芒 没有人能够惊得起这样的诱惑 打开金库就能获得财富 成败就在此一局 混进银行内部的西恩 向恐怖分子发生了攻击 迈克尔索伊不发现西恩自己行动 随着人流进入到银行 西恩进行的还算顺利 他突破了防线 找到了拉斐贝娜和他们扭打在一起 此时维克托已经很难控制外面的局势 他害怕东窗事发 让拉斐贝娜赶快收手 可是建在弦上都难以收回 更何况已经射了一半 他已经拿了武艺 要求维克托帮自己离开这里 维克托这个老狐狸才不会答应 他还想着明哲保身 全身而退 拉斐贝娜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他 如果自己被抓 他一定会把维克托拖下水 西恩通知在银行大门守着的迈克尔 告诉他 拉斐贝娜携带5亿电子货币 朝他们方向走去 那个硬盘就藏在他胸口的口袋里 他现在插势南非 不仅是迈克尔想要找到他 维克托也出卖他 他向监管部门汇报他贪污的情况 迈克尔是一个神头 一个擦肩而过 就将他的硬盘给偷走了 发现自己硬盘不见的拉斐贝娜 罚方式的抓下一个又一个示威者的头套 他找到了左翼 拿枪指着他的头 以此来威胁迈克尔站出来 将硬盘还给他 他的情绪剧动 稍不留神就可能擦江走火 现在知人警察 齐刷刷拿枪指着他 为了保全左翼 迈克尔私下面招 拉斐贝娜为了抢硬盘 想要开枪打死他 幸运的是西恩再次救下了他 维克托为了灭口 下令射杀了拉斐贝娜 在一阵骤乱中 迈克尔趁机逃跑 转悠了一大圈 他还是没能洗脱自己的冤情 大街小巷都开始他的海埔文书 维克托最担心的就是内武一居金 他一定要得到 然而迈克尔就像人间蒸发了一半 谁都找不到 为了引诱他出来 维克托向外宣布 他又逼大买卖等着他 迈克尔别无选择 他想要离开这里 就必须得到他的帮助 为了护照 只好将巨资给了他 他还是太容易相信别人 维克托怎么会轻易放过他 他早就准备开枪打死他 然而就在关键时刻 西恩拿一枪对准他的头 迈克尔从一开始就知道 他不可能放过自己 于是将计就计将他演了出来 为了抓捕更加的顺利 西恩直接开枪射杀了迈克尔 这一下没有了筹码 他只能束手就擒 可是迈克尔又活蹦乱跳地站了起来 这一切都是为了忽悠他而演的一场戏 电影到此也告一段落 本片是美国电影巴黎危机 表面上是反恐 实际上是内部的腐败 剧情充满了悬疑 在太阳的过程中 加大着激烈的打斗 是一部非常热血动作电影 老油条我十分推荐本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